我们这是在8号演播厅为您现场直播 武林婚环球全王冲发赛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世界功夫王者 67公斤级八斤四的比赛 邱剑良对阵来自泰国的江通猜 每个月的第一个周六 我们都会有一场直播 那下个月的直播时间呢 是4月4号地点 依然是8号演播厅 票无确信电话606个1 邱剑良那个表情是什么意思 好像是被找破 他肆意对手用动手拍照 然后这个因为在 有些选手打太拳失望 你看这就是在乱战当中的 迎击的这种这种 这样子在抓这种机会 你虽然说你一直在出拳 但是我一直在防守 但我在防守中间 我会一下 非常冷的一下 这个时候完全的全 全部离开 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 我看这次在是 WBC的世界拳击冠军 这个拳击冠军的这位选手 在拳法加上泰拳的掩守的掩护之下的这种拳法的发挥的威力将远远大于我们如果从根里边练提拳准 不过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出拳击冠冠军还是非常不非常不舒服 把自己的整个的实力尽量都滑了 特别是他这两下这种以腰为轴的这个左右侧摆以后的这种斜上钩斜下钩的这种拳法 对 还是敢于打动人 没错 敢于出动人 心里和心别 他觉得心里他不太敢出拳了 因为有过这种在乱战之中自己明显密度高于对手被对方迎击击击倒以后呢 可能在出拳的时候会有一丝犹豫 其实内拳倒并不是特别重 这种是摧残啊 没错 这两套动作打出来以后啊 江苏在心里边这个打打小鼓了 这也是对他心理上造成的这个摧残嘛 对 就是生理上没有太大的影响 因为你看这个泰国选手要好 包括欧美选手要好 可能更重要体验泰国选手 就是一旦击倒你之后 我不会盲目的去压上你 立马就找这种机会 我觉得他一个是对对手的这种尊重 还有一个对这种是搏击的迷范 还有一个就是给对手 也可以给对手一些 我觉得就是胜是痛苦啊 我要靠我的真正实力 从技术上 从各方面取得胜利 在第二回头 我觉得双方应该是个平分秋色这样的一个 虽然邱建良被击倒的一次 就这一圈 对 邱建良的这个特色非常棒 在对方寻求clinch的同时呢 他不跟对方去拿把位啊 像传统泰拳一样去抓把位抓内围 他直接就拿拳去游击了 然后是适合 要骗人的 等等 去把位抓内围 去扮开 来 去扮开 来 去扮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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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功夫王者 67公斤 48 尺 邱建良对阵 将通财制第三回合 比较关键的一个会合了 那根据前两个回合 严博你觉得在第三回合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如果邱建良的体能能保持 那双方可能会一个判定的结束 而且我个人期待会出现这种分析判定的结果 如果邱建良没有办法保持体能 那江东赛在实际就到了 因为江东赛毕竟是一个身肩多长 多条金腰带的这种世界王者 他的战术意识执行 以及自己在比赛面对对方逆境的时候 这种预判明显是远远高于邱建良 综合实力特别强的一位选手 没错 洪翔觉得呢 我觉得邱建良在这一局肯定他要说出去的 要全力以赴 因为没有太多的包库和顾虑了 当然了江东赛还是一往的这个 他的经验以及他的控制的比赛能力 他还是要 无论你怎么样再去拼打 我觉得还是控制比赛 包括控制比赛的这种距离 不过王老师 从我的感觉 江东赛如果打成台规则的话 在自由搏击的规则里 他也没有那么妖魔 是很强 但没有强到可以让催促拉朽的 就像你刚刚说的 我们这个擂台是一个照妖镜吗 我觉得还是 还是那句话 取决于他的对手 对 老实话了老实习个对手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 一个好的对手 可以带来一个好比赛 队员发挥不出来 对 在这种敌人这是很重要的 监督 这个 对手 对 你说 再计划 柑子 这样 在这个 这监督 得点如果刨去那次被击倒 来看呢 其实和江洞三的点数上没有 没 他 但是呢 他那要有效得点嘛 徐柑子 算毒 更清晰一些 相对百分之 得点百分比肯定是低于江洞 江洞才出选手 这个时候江泽泰好像也是有一点往回收 一直没有看到这一场爆发的那种 一直是这么冷静 我觉得打的让我觉得很难受 我估计站在擂台上的邱简良会心里更熟 因为一直找不到 有一点找不着地上下嘴的感觉 找不到空档 我觉得应该来说优秀的选手是这样的 然后是给你一种没有权利以赴的感觉 我觉得他是这样在控制着比赛 如果说完全把我所有的实力都暴露完了 那我就没有留底的话 那可能在后面的比赛包括在线路 是非常危险的 比赛已经接近尾声了 就越来越激动了 如果是获胜的话 就可以有机会去正好 视频最好 这里就会来继续 所以这些稳定的感觉 空档 上有机会扶行 这个稳定一定是我 感觉可以这个随胜体 是因为吧 我可以考虑 但是我只能赛一种 我是不是 我们 儿 对 我觉得 这种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号查办员27比29 3号查办员27比29 比赛结果蓝方胜 蓝方将通三获胜